好,现在我们把上面这块也把它填了是吧 上面这块主要是压满间跟搜楼处的后面的一部分 这块的话,主要的景观不多 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广场跟原路是吧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入口 这入口还是比较小 所以我们直接用搜索轮廓就可以把它收出来 好,我们这里偏一个300看一下 又偏300太多的话,我们偏个200 因为我们不想这个包边显得太大 也就是说包边显得太大 然后中间这个铺装就比较小是吧 好,我们把它这里拉一下 这样的话就显得比较完整一点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填一个300x300的一个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没有 好,填个300x300,我匹配一下这个 好,刚刚好,刚刚好 好,我们这个铁房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停步 是一米的 然后这个100 这样的话它这个停步就比较准确一点 好,一米乘500的一个 一个停步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广场 这是一米六 好,这样我们这块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400 好,我们这块的话 我们偏一个300 好,看一下这个位置 就是要把它合并一下 用线面复线把它合并一下 好,我们匹配一下这个 好,这里的话我们也一样 我们填一个 我看一下这里我们填一个300x300的一个黄石石 就黄色调 因为广场比较小 好,我们找到中间这个来做基准点 像当上我们填的话就对风力对的比较好 算是对的比较完整一点 好,我看一下我这里还有一个小用口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匹配一下 好,收手一个轮廓 便宜一个300 好,这里的话我看一下 这边 有一条路过来刷过来这边受处跟这会所的一个后门这是一个后门 好所以这里的话我们也是填一个这样的一个烧结桩的一个填充 好我看一下但我们要做一个间隔刷因为这么长一条路我们做一个间隔 好就像这条路一样我们也要做一个间隔 我们看一下好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条路 这里有15米好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大概是6米或者5米一个间隔 好这是中线刷中间所以我们这里的话我们做一个 这是300好我们做一个偏一个150 好我们再移过去5米因为这条路比较小 好我们看一下再移过去2米5好这样的话就做成一个三段 好我看一下这里好我做一个6米吧做一个6米 好现在5米还是要合适一点 好我们把这个中间的一个剪切一下 我们把这个中间的一个剪切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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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米5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重新分一下这条路 因为我感觉分的就不是太平均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分6米吧 分一个6米 好 分一个6米 然后我们再移一下 一个3米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分得比较均匀了 就感觉三段差不多 不会说有太大的一个差异 这样的话 看起来就 不要规整一点 好 我们把它剪切以后 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把这些波打线合并成一个好 好 三个合并成我看一下我这个就分断了以后跟没分断之前就感觉分断以后就感觉呃好看很多刷精致很多 我们看一下我这边的也是也是分6米 好 我们偏个300 我们两边偏150吧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偏个6米 好 12米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的话 我们就 就直接 直接 直接 偏一个6米 好 直接偏一个6米 好 看一下这里 对不对 这里有4米多 这里有4米多 这里有6米 这里有6米 我像这边 在一个1米 在1米的话 那就2头就 不要均匀一点 然后把它这剪切了是吧 好 好 我们再把它和面的复线是吧 这样的话我们的拨打就不要到时候填充的时候就比较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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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往这个做了一个间隔以后就感觉好很多是吧 这条路就不会太单调 好很多是吧 好很多 这条路就不会太单调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这条路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1米6的跃路 1米2 1米2的话 那我们就 就不能做一个 300的一个拨打 我们看要做300的拨打的话 我中间就基本没东西了 是吧 今天只有600 那就他就不好看 就比例就不协调 你说我们要做一个200 好 200 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这条路就要协调一点 好 分间隔的话 我们肯定是从这个转折点这一份是吧 好 200 好 这边的话 我们分一个5米 因为这条路比较小 我这边也是分一个5米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直接分个5米 好 我们看一下这里还多了一点 那我们就 我看一下多了多少 多了800多 那我们就像这边一个400 好 这样的话 两头 就感觉 差距不会太大 是吧 好 我现在要搜索轮廓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炒地成关了 因为我们选择的时候不好选 是吧 我把这个成关了 好 我先冻结的 好 这样的话 我选择比较好选 好 我们搜索轮廓 把这个地方 收出来 好 好 我把它收出来 然后我们填一个 这个 我看一下 我们可以区别一下 因为我们每一种路 我们可以用一种铺装 是吧 我看一下 我们这种路就 不会太大 就1米6的路 是吧 也说我们的人行道 这条小路的话 主要是 人流不会太多 也说一个散步道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用其他另外一种铺装 是吧 一种 呃 虽然也是用这种圆路的一个烧结砖 红色烧结砖 但我可以用一种铺法 不一样的铺法 好 我这里的话 我用一种 我挑一下 烧结砖的话 还有很多铺法 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一个比较好看的一种铺法 好 调一下 自定义 自定义的话 铺装图案太多 所以有些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不要刷 我们挑一种比较好看一点的铺法 好 我看一下这种利谱 利谱好不好 好 这样的一个铺法 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看 我们再换一个吧 这个还是不好看 很快 看 这个 我看一下 那种利谱是 这种不错了 我看一下 我在那种那种铺装图案 我看了一些布置 好 看一下我还没找到这里 好 这种的话 这种就好像 这种好像也不好看 好 我找到 我找这种 我量一下 大概是240 好像说这里大概是240 好 看一下 我用这种铺装的话就感觉区别一下其他原路 因为这个原路比较小 好 这种铺装 这样的话 我们区别一下这一边的一个原路跟这边的一个原路有个区别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有点特点一点 因为这边原路都比较小 才1米2的一个原路都比较小 好 我们做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去怎么去区别每个地方啊 就是不同的一个铺装形式 但我一大体要统一算颜色跟材料都要统一 但我局部的话 我们拼法可以区别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我用了这种铺装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删了 是吧 因为我已经搜索一个轮廓出来 所以这地方给三 好 我们看一下我这里还是一个三两百 好 我们看一下我这条原路的话就 做成一个这样的样子 我们把这个这里还有一小广场 我们把它搜索一个轮廓 好 我们偏一个两百 好 这小广场的话 太小了是吧 偏一个两百的感觉 中间就太小 好 我填个三百到三百的一个 好 这样刚好两块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 这边的原路也是一样 也跟这个是一米二的一个原路 好 我偏一个两百 好 中间的话 我们看一下 我们做一个间隔 好 中间的话 我们看一下 我们做一个间隔 这一带是 好 四米多差不多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就偏个一百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 这个也是 这样的话 我们就搜索一个轮廓 好 我们把这个 这种稍微装的铺法 是吧 把它铺上去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再匹配一下就ok了 就把这个杀了就ok了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 我看一下模型 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是吧 好 我们看到这边的话 我们看到是一个广场 还有一个水井 是吧 中间是一个木平台 水井这是一个木平台 木平台这里还有个收编 是吧 好 这样的话 我这边的话就 好 这是一个数词 高起来的 好 这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的知道它怎么做 好 也说 我们这里 把这个连过来 好 这个地方要连过去 好 我们这个是一个木平台 但我看下这个木平台的一个收编就太小了 是吧 太小 好 我们做一个300看一下 再偏个150 好 我们做一个300吧 好 我们再从填过一个吧 因为可能发填的还不太准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匹配一下这边的一个木平台 好 这样的一个方向 好 这样的一个方向 好 这里的话 我们就用一个搜索一个轮廓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搜索漏了 好 我们搜索一个 然后就偏个300 好 我们搜索一个 然后就偏个300 好 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收进去 因为我们单条拨打就行了 好 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是一个数池 一米六 一米六的话 我们做不了数池 是吧 好 因为我们再偏一个数池比300的话 那我们里面的话 只剩下一米 一米的话 我中不了大数了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不做数池 我们做平地的一个数池 我们不做高起来的是吧 如果这里做高起来的话 那这里 我们看量一下 这里大概是有两米八 我们偏个300 看下往外偏 往外偏一个300的话 这里就是一个两米五 好 两米五的话 我们可以做 我看一下 我们把中间调成是一米五的 刷一米五的 我调个100 这里偏个300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做成一个两米的一个数池 是吧 两米的话还还ok 好 这里有两米六 就不会说这个空间会太窄 这个空间也不会太窄 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放在中间 好 看一下这里的话是三米三 这是两米五 所以我们没有把这个东西放在中间 我看一下 如果放在中间的话 我们是 好不好看 好 我看一下这里的中间 这里也是 好 把它移一下 然后看一下 这里对过来 好 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移到这里 是吧 对准一点 是吧 这样的话 这样 这样 这条边对这里 这点边对这里 是吧 我虽然不是放在中间 但这样的话也比放在中间好看一点 好 这样的话 我一个数池的话就应该可以 是吧 因为这个数池不是太大 不会把这个广场一个空间占了 好 我发现这里不是整数 好 两米八 好 这里算了 这里也差一点点 是吧 好 我们偏一个300 好 我们偏一个300 我们偏一个300 我们这里填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铺装 好 我们这里要做一点特别的 是吧 我们看一下有一个什么样的铺装比较好看一点 然后填这种 这里好像还有一个 一个两种两种规格拼成了一个护装 好 一个举行组合 刷 好 我们看一下预定义有没有 好 天正默认还是比较少 我们刚刚看到一个铺装还是可以的 就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铺装的一个形式 好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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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比较常用的 然后填一下 这种 我们给个1000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再大一点1500吧 好 填这样的一个铺装 我们看一下 量一下规格 好 600乘一个600 这里是300乘300 是吧 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用一个红色 然后点选边边的一个 好 这两面刚好对齐 是吧 这里也是差不多对齐 好好 我们这些 这产品的一些作用 换一种颜色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区别不开了 换一种红色看一下 好 我们换一种红色 这样的话 我们就区别开来 是吧 就很容易区别开来 不然的话 我们就不要乱这里 好 这里 我们看一下 用这种铺装的话 就显得这个地方还是 是吧 我看一下 这个木平台 加一种 这种一个铺装 像的话 就显得这个地方还是精致一点 就不会说 太随意 好 所以我们每个地方 我们都要想好 算用什么样的一个铺装搭配一个这个平台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原路 这边的原路是一样 是吧 一样 我看一下 这边的原路 对不对 我们感觉这个好像不太圆滑 好 我们这边原路 我们偏一个中线 看一下 这是一米二 好 我偏个六百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见它圆不圆滑 好 看出 这原路做的不太圆滑 是吧 偏了 是吧 偏了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删了 然后把它打散 然后我们改成整数 好 这个是整数 好 这是整数 好 这是 好 然后我用合并复线 把它合并成一个复线 这样的话 我们再 再偏一个 一米二的路出来 两边偏六百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偏了一个一米二 好 延伸一下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显得就比较圆滑一点 好 这些地方也要把中线篇出来 刷 道路我们最好要把中线篇出来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好 定位一点 这是一米六的路 所以是偏个八百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种线匹配一下 好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往下这个是一米六 偏个八百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延伸到这里 我们之后定位的话就好定 延伸过来 好 我们把这边的也延伸过来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到时候定位的话就比好定一点 这样的话 我们这边的也要做一个 中线 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里是四米四 也要偏个两米二 好 我们匹配一下就OK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 减了 是吧 他说我定坐标的话 我们定一个这点的坐标 是吧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拉一条比较准确的一个线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拉一条比较准确的一个线 好 这里的话 我们也是 往点终点就行 好 这是两米二 两米一 这个还是比较小一点 这四米二 我们就要把中线连起来 这样的话 我们定位比较好定 好 这边的话 这边 我们就不做 这个广场就不做一个中线 算 好 这里的话 拉一个中线就行 好 这个位置 我们也是 我们匹配一下 好 这样的话 我们 прид给你的圆形 好 这里的话 我们将来帮个人入里面 好 这个广场 好 这个广场 好 这个广场 好 我们这样打开 好 这个广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